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办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两岸同胞共10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围绕纪念台湾光复推进祖国统一的主题深入研讨 10月25日 经欧无缺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这些纪念活动的举办对于两岸同胞共同牢记历史 见网之来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共担民族大义 共促祖国统一 共援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前仆后继 浴血奋战诸久的伟大成就 台湾光复的历史无可辩驳的证明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胞是修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 台独分裂势力加紧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严重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广大同胞的第一福祉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台胞 能够看清时和事 认清利和害 分辨真和伪 顺应历史潮流 共担历史责任 与大陆同胞携手同心 把民族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谢谢 小平 经欧无缺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 是10月25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这次主题展公祭展出了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160余件 其中清代以来重要文献档案复制件50余件套 其中包括了首次展出的清代红字炼军公文 台湾光复前复拟定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当年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中国政府代表使用过的毛笔等 这些历史文献和珍贵文物系统在线台湾同胞英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全体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台湾光复回归祖国的历程 有例的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胞是休期与共不可分割的民运共同体 举办本次主题展旨在纪念台湾光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回顾台湾同胞反抗日本入侵和殖民统治 两岸同胞共欲外务夺取伟大胜利的英勇斗争 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彰显大陆台湾是大陆和台湾是休期与共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激励两岸同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共同捍卫祖国主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共担民族大义共促国家统一 共援民族复兴伟大梦想 主题展预计会展出两个月 之后国家博物馆会在网上继续展出 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前往观看 谢谢 谢谢凡人海峡卫视记者提问 在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 与会的两岸嘉宾提出了多项建议 包括两岸共享史料共输抗战史 共同谴责民党当局推行台独克刚 美化日本侵略日本殖民统治等去中国化行径 那请发言人有何回应 谢谢 那天会议我也在现场 与会的两岸嘉宾呢 在会议上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我们认为很有积极意义 我们支持鼓励两岸的史学家 积极发挥正缘亲本的作用 正本亲缘作用 加强抗战历史 台湾光复历史的研究 通过共享史料 共写史书 共编教材等 在学历上批判形形色色的台独史观 增进台湾同胞 国家 民族 文化认同 民进党当局大搞去中国化 推行台独克纲 刻意外曲中国历史 妄图隔断两岸文化连结 并以此蒙蔽台湾民众 造成了台湾青年一代 历史记忆的混淆 和国家认同的扭曲 需要高度警惕 我们已经看到 台湾的很多教师和家长 强烈的反对 依据民进党当局 炮制的新课纲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那么作为一个家长呢 我其实挺心疼台湾的孩子们 他们在教科书上 不见史记汉书 不知三国南北朝 不知何为台湾光复 以后他们会不知道 宫庙为什么要拜官帝圣军 不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怎么来 不知 无法知心体 民德士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谁也不能剥夺台湾同胞 身为中华儿女的权利 任何去中国化的行径 都无法割裂两岸的历史连结 都无法改变 台湾是一个 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 鼠点忘祖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强力反对 谢谢 第二排 第二位 发言人好 人民追据报记者提问 日前台湾国际战略学会 和台湾国际研究学会 联合举办的台海安全民调显示 有94%的受访民众 希望两岸和平相处 有超过80%的民众 赞成两岸要交流 赞成对抗的只有2.6% 请问发言人如何看待 这一书仔细性 支持两岸和平发展 从来都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 尽管受到民进党当局 刻意的阻挠和疫情的影响 今年1到9月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 以多种形式陆续开展 两岸的贸易额 台湾对大陆的投资 持续保持了增长 两岸同胞要交流 要合作 要发展 是民心所向 大势所趋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谢谢 谢谢发言人 新华设计的提问 近期民进党陈婷飞 激进党陈伯伟 挑头 抛出具有明显台独色彩的 所谓修宪主张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一小撮台独分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操弄修宪谋独 寻衅知识 试图从中谋取政治私利 岛内负责任的政党和人事 不应放任纵容 这种罔顾民众利益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 谢谢 发言人您好 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 台湾现在有一些持特定立场的媒体 近日持续炒作所谓的大陆 通过岛内协力者散布假消息 来打造所谓的亲中统治联盟 对台湾进行渗透分化 那请问对此您有何评论 谢谢 这些说法完全是胡编乱造 别有用心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确实还有很多台湾同胞 对大陆缺乏了解和认识 人之相交贵在交心 我们积极推动各领域的交流 就是希望两岸同胞能够交流 互建对话包容 加深相互的理解 促进互信认同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一些 不负责任的媒体 冠以各种方式抹黑诋毁大陆 不择手段地阻挠 限制两岸民间交流 大肆打压 从事两岸交流的人士 和客观报道大陆的媒体 企图愚弄岛内民众 剥夺他们知的权利 这种倒行逆施 是不可能得逞的 好 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 杨娜是吧 谢谢发言人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记者提问 那么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发布涉台报告 鼓吹加强台美关系 并称台湾有关的机构 为此份报告的出台提供了支持 想请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刚才说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同中国台湾地区 发展官方关系 包括智库在内的美国各界 应推动美国政府恪守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不要向民进党当局和台都势力 释放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拿着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收买智库 炮制和散步 挺台论调 是徒劳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反应人 东南卫视记者提问 据报道呢 10月23号有20多艘大陆渔船 因遭遇7到10级的大风 希望进入澎湖 附近岛屿避风 却被台海巡单位强行驱离 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多年以来呢 大陆方面在沿海 多处设立了台湾渔民接待站 接待点 为台湾渔船渔民 避风不济抢险等提供救助 相比之下呢 台湾有关方面 野蛮的驱离避风大陆渔船的 不人道做法 十分令人愤慨 谢谢 深圳卫视界的提问 据悉台资企业拓 台资企业拓内销线上推介 对接广东专厂活动即将举行 其他一些省市也在筹备举行 两岸经贸活动 请向方一人 请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中央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 帮助台企融入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商务部国台办 指导相关的地方 举办台资企业拓内销 线上推介对接系列活动 首场对接会是7月3日 在福建举办的 有百家台企和200余家 大陆企业参与了对接 促成有效配对1000余场次 达成一项签约金额 是近10亿元 第二场对接会是9月15日 在山东举行的 共吸引102家台企 和115家大陆企业参与对接 达成一项签约金额近4亿元 你提到的是第三场对接会 明天会在广东举办 200余家台资企业和大陆企业 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推介和对接 我们欢迎两岸的企业和民众 关注广东省商务厅的官方网站 和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网站 获取有关的信息 进入11月 两岸的经贸活动也会精彩分成 11月11日 2020年两岸企业家峰会 创新发展研讨会 将在江苏南京举办 两岸企业家将探讨 如何帮助台资企业 把握大陆经济发展脉动 深化和大陆企业合作 共谋发展 海南浙江福建广西 将先后举办三亚台商峰会 浙江台湾合作周 海峡两岸机械产业博览会 柜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等经贸活动 持续地推进两岸经贸合作 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我们欢迎两岸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也欢迎媒体朋友们关注报导 谢谢 谢谢凤凰卫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美国的对台军售 一周内是进行了两次的军售 并且还包括一些攻击性的武器 请问国台办方面怎样回应 另外第二个是新加坡的张仪机场附近 有个张仪时空的体验馆 将台湾标示为中国台湾 台湾驻新加坡的代表处发信 是要求主办方改正 称中国台湾的称呼不正确 请问国台办怎样回应 谢谢 第一个问题 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坚决反对 大家也看到了前天 昨天外交部和我们办有关的表态 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 和挑衅不自量力 企图勾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 加剧台海紧张 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普遍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新加坡方面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行事 无可厚非 谢谢 我们后面的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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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宝台湾于十元十五日起停止用户下单 商户入住 商品上架等功能 继下架爱奇艺腾讯视频后 民进党当局又逼退 淘宝台湾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 淘宝台湾在岛内上线 就地服务台湾民众和企业 给台湾消费者和企业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利益 不到一年的时间 淘宝台湾被迫退出台湾市场 大家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当局进行政治操弄 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 试图制造两岸脱钩 直接损害的 只能是台湾民众和企业的福祉和利益 谢谢 谢谢发言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提问 我们看到今年疫情发生以来 大陆各地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帮扶台湾台企 请发言人介绍这些利好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谢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决策部署 积极协助台商台企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5月15日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台办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相关工作的通知 提出了持续帮扶台资企业复工复产 统筹协调推进重大台资项目 积极支持台资企业增资扩产 促进台资企业参与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等11条具体措施 11条措施和31条措施 26条措施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着力为广大台胞台企提供发展机遇同等待遇 并针对疫情带来的新问题向台企提供精准有力的支持 有关部门和地方是积极落实 各项政策措施协助力台商台企同等的享受 大陆纾困会企政策尽快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 刚刚提到的商务部国台办指导相关地方 从7月到10月举办三场台资企业托内销 线上推介对接系列活动 北京上海等地协助台企同等享受 员工培训补贴等纾困政策 浙江广东等地协助台商台青 利用直播带货短视频等办法来拓展内需的市场 江苏昆山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 暂不征收预体索得税政策 为7家台企落实再投资地盐纳税优惠4780万余元 目前大陆台企生产总体稳定 许多企业实现了显著增长 面对疫情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逆流等复杂因素 大陆市场空间广阔 发展韧性强大等优势是进一步的显现 大家应该是已经注意到了 大陆第二季度GDP的增长是3.2% 第三季度增速达到4.9% 呈现了稳定增长的态势 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3.12万亿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今日预测全球今年经济萎缩是会达到4.4% 但是大陆经济增长会达到1.9% 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近期先后发布了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审议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这些对于台胞台商台企来说 都是新的机遇和利好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增长的大背景下 广大台胞台商台企 抓住大陆发展的机遇 顺势而为 成事而上 一定能够实现更大的发展 谢谢 我们校尉 发言人您好 台湾中国时报提问 利荣航空包机10月15日上午 飞往东沙岛的途中 原计划飞越香港飞航情报区 但是被迫折返 此据显示 大陆解放军随时有能力 斩断台湾和东沙岛之间的联系 导致台湾守备或者是 补给东沙岛出现困难 而之前大陆国防部还有国台办 都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 对于南海的固有疆域 两岸应该共同来维护 祖产 请问发言人 这一次的利荣包机事件 是否显示出大陆之前的呼吁 名不服食 谢谢 你提到了好几件事 但是你这个推断 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根据 关于你提到这个利荣 航空包机折返的情况 香港民航处已经做了说明 建议你认真地查阅一下 谢谢 最后一排 谢谢 谢谢发言人 总台央广记者提问 据岛内绿媒报道 捷克军火企业通过在台代理商 十月赴台简报 火炮等军火武器 但随之该公司总部就收到了 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警告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或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民进党当局企图一物巨统 注定是要失败 谢谢 书清姐 谢谢发言人 台湾中心电视台提问 既央视公布四名台湾间谍之后 台湾也深压了三名跟大陆接触 设有众贤的军情局的退休人员 那请问发言人 这三名人士往来大陆的情况 可不可以进一步做说明 谢谢 我不了解相关的情况 不好意思 谢谢发言人 海峡卫视二次提问 日前的岛内有学者列出八个证据 称两岸已进入准战争状态 请问发言人对最后评论 谢谢 我们先问下一个问题好吧 校尉 是发言人您好 台湾中国时报第二次提问 想继续跟进刚才的 这个立荣航空包机事件 对我们都在隔一天 也就是10月16号的时候 看到香港民航处的公布 说这个是台湾航管主动表示 要取消进入香港飞行 这个飞航情报区 并不是香港拒绝 立荣航空包机进入 但是根据台湾民航局所公布的 双方电话通联记录显示 证明港方是以安全为由 无法接受立荣航班进入 并非台湾方面主动取消 而且台湾民航局也提出了两点的疑问 包括了像是依照国际惯例 如果有危险状况 应该事前发布飞航公告 但是为什么香港的航管只在航管交接的时候 临时通知 而高度在26000英尺以下有危险区域 究竟是哪一种的危险区域 结果香港民航处只在当天下午的6点24分通知台湾方面 状况解除 而其他的疑问 这个都避重就轻没有回答 所以这件事情最后也变成了罗生门不了了之 请问发言人 香港民航处此举是大陆方面受益而为之的吗 谢谢 我建议您再仔细地看看香港民航处对此情况做出的说明 我们这边没有可不充的情况 谢谢 回到邦号刚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了相关的报道 民进党当局以台独分裂势力勾连 勾连外部势力加紧谋独挑衅 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的根源 我只重申一点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 是坚如磐石的 绝不为任何形势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空间 谢谢 谢谢发言人 深圳卫视二次提问 近日台媒称香港人李某违反拘留目的 在台期间不法从事跟踪拍摄 在台香港学院人士违反港澳条例等规定 被强制驱离出境 郭台面怎么看待蔡当局这种行为 对你提到的具体情况我这边不掌握 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 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 谢谢 好 时间关系全文发布 到这里就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